兵败如山倒 灾难开始了 战雨火朝着奥顿公国席卷而来 古老的公国在屠刀之下哭泣 快 派人将信息传回去 立刻 伯纳德伯爵颤颤巍巍地说道 作为前线的首将之一 对眼前这一幕 他真不知道该怎么给国王交代 疏忽大意 过于相信盟友 这只是原因之一 本质上还是奥顿公国实力不济 名义上前线有15万大军 实际上用14万民夫加1万守军来形容更加贴切 征召过来的民夫 主要任务不是接受军事训练 而是修筑防御攻势 不是他们愚蠢 恰恰相反这是聪明的表现 让刚刚放下锄头的农奴守城还勉强 要拿起武器和兽人作战 本身就是不靠谱的 归根结底 还是事先准备不充分 压根儿就没意识到兽人大军会杀过来 一直到奥古斯堡防线沦陷 墨西公国开口求援 奥顿公国高层才意识到危险 经过抄炒炒之后 勉强通过了修筑防线的决议 到了具体执行的时候 贵族官僚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是官僚主义 直到达契亚斯会战失败 兽人大军兵林达佩斯 墨西公国摇摇欲坠之时 奥顿公国才真正开始行动起来 第一次进行全国动员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那就一定会发生意外 哇 因为时间的关系 奥顿公国的贵族们没有来得及适应新的战争模式 还是套用了原来和人族国家交战的思路 因为内部权力斗争 奥顿公国的前线指挥权 都被一分为三 各自划分防区 要是前线的军队都是精锐 这种划分也没啥大毛病 顶多就是协调指挥的时候麻烦了一点 可惜奥顿公国的军队亚根尔就不是什么精锐 除了少量的贵族护卫之外 剩下的都是过来凑数的 没有一条完善的防线 到了前线之后 大军想要聚坚诚而守 却惊讶的发现根本就没有能够容纳下数万军队的城堡要塞 大部分的贵族城堡 能够容纳的兵力都非常有限 可以驻扎万二八千军队 那都算是大城堡了 更坑的是这种城堡 在设计的时候 大都没考虑过长期驻守的水源问题 毕竟 人族贵族内战的时候 大家都是在按规矩玩 很少会把事情做绝 除非是生死大仇 否则是不会长期围困的 人族贵族需要名声 可受人不需要 换了一个敌人 这些短板都必须要解决 把新兵当民夫用 大家也是迫不得已 不将这些一眼能看到的隐患消除 城堡就是一个大号的棺材 伯纳德伯爵的心思注定白费了 师舅骑兵刚升空就被英人高手拦截了下来 天上飞得走不掉 那就只能从地上跑回去报信 四面八方都可以跑 兽人肯定拦截不完 消息什么时候能够传到王都 那就只能看运气 战场上兵贵神速 哪怕拖延片刻功夫 都能够引发严重后果 何况还是这种不确定时间的耽搁 灾难注定属于奥顿公国 先是前线的大军崩溃 紧接着就是贫民遭殃 一路杀过来的兽人士兵 自举起屠刀开始 就已经停不下来 人间炼狱 翡翠宫 远征军大姐的消息传来 宫殿之中的气氛就变得不对劲了 甚至比达契亚斯会战失败时还要紧张 伟大的凯撒三世 虽然在人前的时候 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但是单独带着的时候 却总是忍不住哀声叹气 凯撒王储的表现就更加不堪了 那张冰冷的脸走到哪里 哪里的温度就会下降十度 两位男主人的心情都不好 女主人的心情就更不用说了 偏偏良好的王室教育 还要求王后时刻保持形象 懊恼 后悔 埋怨 各种感情那是不亦而足 那幽怨的眼神 搞得凯撒三世 见了王后都躲着走 够了 都回来这么长时间 还没有缓过来 难道这么多年的全数课 你都白上了吗 凯撒三世忍不住训斥道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君王 不经历风吹雨打是不行的 从一开始 安排儿子去墨西公国 就是抱着让他接受风雨洗礼的 本想着让小凯撒带着远征军跟着墨西公国的步伐 一起慢慢地吃败仗 进而磨砺心智 学习面对挫折的方式方法 怎奈计划没有变化快 近乎天狐的开局 最后却打出了花柱的收场 更悲催的是 远征军的烂摊子刚刚扔给别人 立即就发生了惊天逆转 最后一块遮羞布没了 事实证明不是远征军没有战斗力 吃败仗纯粹是因为他这个指挥官太过废物 截二连三的打击 凯撒王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原本的自信 傲气 现在全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深度自我怀疑 面对父亲斥责 凯撒王储脸色微微一变 似乎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不知道为何 最后又将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烂摊子捅得太大 在墨西公国的时候还不觉得有什么 回国之后他立即就感受到了压力 远征军一众贵族军官的家属 直接组团闹到了王都 要王室给出一个说法 幸好凯撒三是应对得当 加上局势复杂 暂时尚未确定阵亡人员身份 才将众人安抚了下去 家属安抚住了 不等于事情就已经结束 由此带来的深远影响 却会伴随着小凯撒的终身 现在没人拿着做文章 那是因为他只是王储 一旦在未来升级成了国王 这就是大贵族们手中的县城筹码 见到这一幕 凯撒三是越发的生气 只是理智让他收敛了脾气 强行压下了动手揍人的念头 好了 小凯撒 你也不是小孩子了 有些事情必须要学会面对 承认自己在某一方面存在缺陷 并不丢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人 所有人都有着自己的短板 只不过有的人 让这些缺陷暴露了出来 有的人却是一直遮掩的很好 甭管怎么掩盖 存在的终归就存在 相比普通贵族 我们更加具有优势 一名合格的君主不需要势必攻亲 冲锋陷阵的事情 完全可以丢给别人去完成 不要被大陆上那些传统带骗了 阿尔法王国的生存方式和他们不一样 有兽人这个大敌在 一切要以生存为上 容不得我们任性 不适合战场的王储又不止你一个 我阿尔法王国历代先王之中 有超过一半的人都主动放弃了亲自指挥大军的权力 好好想想吧 都是真心话 虽然王室保留了大量和军事相关的传承 可拥有带兵天赋的国王着实没有几个 包括凯撒三世自己 统帅大军的能力 也是垃圾的不行 唯一的区别在于 在尝试指挥军队作战时 他摔得没有自家儿子这么惨 不值一提的小败仗 伤亡不大没有闹开 安排一个被锅挟顶上去就行了 吸取了教训之后 凯撒三世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政治上 靠着高超的政治手段 同样坐稳了王位 暗自叹了一口气 凯撒三世的脸上再次恢复了笑容 仿佛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一般 不管内心深处怎么想 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 手下人打了胜仗 作为一名合格的君主 必须要表现出喜悦来 尤其是放在这种节骨眼上 要是不把面子工作做好 很容易被下面的人解读为 极贤度能 对一名君主而言 一旦被打上了极贤度能的标签 再想要获得贵族们的拥护就难了 远征军 在墨西公国一日之间取得两次大解 伏击兽人运输队一支 打残兽人军团四支 其中还包括一支雄人主力军团 斩获敌军首级三万 夺得雄人皇庭战旗一面 战果之丰厚 完全可以称得上开战以来之罪 远征军能够如此战绩 哈德逊子绝当居首攻 战争还在持续中 具体的战功核算 我们暂时没法进行 一切等战后进行 宰相 尽快安排人将这份战报通传全国 以激励国民士气 凯撒三世笑呵呵地说道 如果有人看过战报 就会知道国王口中的战绩 相比远征军送过来的发生了一丢丢变化 原本的重创 到了凯撒三世口中变成了打残 作为一名国王 在这种正式场合 绝对不可能发生如此离谱的口误 一切都是为了政治宣传 如果不是担心牛逼吹得太大 没有人愿意相信 他丝毫不介意将这个两个字改成全奸 虽然这样大张旗鼓的宣传 对自己儿子来说非常不利 但作为一名君主 就注定不能感情用事 陛下 宣传工作我们已经着手实施了 最迟在五天之内 就会传遍王国的每一个角落 除了捷报之外 墨西人还传来了一个消息 在五天之前 兽人大军分兵向奥顿公国进发 或许现在战斗已经打响 墨西人派出了特使过来 名义上是商议关于大姐的封赏问题 实际上却是想要获得我们更多的支持 根据我们搜集到的情报 他们正在策划一场解除达佩斯之围的战役 只是苦于手中的实力不足 宰相纽芬兰大公的话 让在场一众大臣的视线纷纷投向墙上的地图 盯着奥顿公国的位置看了半赏 最终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兽人这次军事行动和阿尔法王国没关系 这已经足够了 虽然现在各国都是盟友 但盟友倒霉 总比自己倒霉的好 只要兽人大军的冰封不指向自己 那么一切都不是问题 至于兽人大军拿下奥顿公国之后 究竟是继续南下横扫各国 还是转头杀向隔壁的战锤王国 大家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没有法子 都是被逼出来的 战争爆发不久 北方各国就达成了协议 共同联手对抗兽人帝国 可最终的结果却是阿尔法王国和墨西公国在苦战 其他国家一直都只是喊喊口号 并没有真正出力 割水身上 心里都会不平衡 当然 这么说对奥顿公国 瑞林伯国会有些委屈 他们也是出了力的 怎奈是千里送人头 啥战绩也没有 这份难以进行衡量的贡献 很容易被人忽略掉 看了一眼众人的反应 凯撒三世收敛了笑容 略显迟疑地问道 你们觉得以现在的情况 我们还有必要继续在墨西战场加大投入力度吗 看得出来 在内心深处它是矛盾的 一方面希望墨西公国坚持得更久一些 为王国争取更多的时间 另一方面又担心将过多的力量消耗在墨西战场 影响到了王国接下来的计划 别看现在墨西公国凄惨 其实阿尔法王国的北疆战场 战斗强度也不比他们低多少 原本不可一世的北地五大公爵 现在都被兽人折腾得没了脾气 手中的封地已经沦陷得七七八八 附近的兽人部落 甚至已经举足搬迁了过来 占据了原本属于他们的领地 不光是北地贵族损失惨重 凡是参过战的行省 就没有一个不较苦的 陛下 现在的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人族联盟已经决定清场 受人这次很难全身而退 从外交上出发 现在给予墨西公国一定帮助 有利于提高王国的国际形象 对战后重建北部区域的政治格局很有帮助 弗兰西斯伯爵提议道 作为外务大臣 他不得不考虑更远一些 大家的目光还在战争中 弗兰西斯伯爵却考虑到了战后的国际格局 在人族北部区域 阿尔法王国一直都是最强的存在 可是这家最强王国 在国际上几乎没什么存在感 不是他们不懂得玩国际政治 主要是有兽人帝国在背后拖着 王国所有的精力都被迫放在抵抗兽人入侵上 自顾尚且不暇 北部区域各国的事情 自然是能少掺和 那就尽量少掺和 陛下 墨西公国的局势已经弥烂 几乎是无力回天 即便是远征军取得了一次大胜 也改变不了什么 一旦受人下定决心 达佩斯沦陷就是时间问题 即便是王国再次出兵 那也是原水解不了尽可 至于他们策划的破维计划 从军事上来说 可行性并不高 受人又不是傻子 搞不好现在的达佩斯就是一个巨大的诱饵 目的就是为了将墨西人的军队 从城堡要塞之中引诱出来 以寻求在野战之中的歼灭机会 王国的兵力非常宝贵 没必要在墨西人身上浪费太多时间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最好是找机会将远征军撤回来 至于战后政治格局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先等受人帝国被打残之后 再考虑这个问题更加合适 不管未来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决定这一切的核心因素还是实力 只要王国的实力足够强 就没有人敢无视我们的存在 军务大臣爱飞耶罗大公果断投了反对票 支持和反对意见同时出现 很快群臣就分成了两派 相互之间争吵个不停 一直到会议结束 都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来 不过有些事情 没有结果那也是一种结果 凯撒三世迟迟不表态 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表态 托自觉 何尝又不是一种平和而又不失优雅的拒绝呢 一切皆源于利益 要是受人大军不朝着奥顿公国而去 而是挑选一个同时和阿尔法王国 墨西公国接壤的国家 那又是另一种局面 结束了会议 心情不佳的凯撒三世皱着眉头充公相吩咐道 撰写一份文书 册封哈德逊子诀为伯爵 拉拢人心 永远都是国王的必修客 哪怕内心深处有所迁怒 面上凯撒三世绝对不会表现出来 反正从目前的情况看 远征军只要不出大问题 哈德逊战后成为时封伯爵是大概率事件 别人或许不清楚 凯撒三世却看得非常明白 王国之中已经有好几家大贵族掉了队 被后面的人取代只是时间问题 大贵族更新换代 对王国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 只要不是大贵族之间互相吞并作大 国王就没必要出来做恶人 伯爵曾赐封地贵族的册封 程序非常的复杂 不光要有足够的战功 还必须要经过国王和贵族议会的批准 要是发生新旧贵族更替 那么涉及的问题还会更多 不到战争结束 根本就没有功夫去落实 相比之下 不能世代传承的宫廷伯爵 就没那么值钱了 只要国王同意 就能够直接进行册封 除了名头好听之外 实质上的分量 完全看在王国之中担任的职位而定 会而不费的东西 拿出来收买人心 凯撒三世可是从不吝啬 山地岭 自从收到王都传来的消息后 雷德曼男爵整个人都不淡定了 确切地说是整个科斯洛家族 都跟着沸腾了起来 原本大家这次对出征墨西公国忧心忡忡 可是在接二连三的胜利面前 一切都变了样 大家对哈德逊的信心 一下子膨胀到了难以复加的地步 危机确实存在 不过危险是别人的 机会却是科斯洛家族的 按照目前的情况 雷德曼男爵已经忍不住畅想 科斯洛家族跨入大贵族行列的盛况 热情地接待着每一位访客 哪怕明知道这些人都是有目的而来 雷德曼男爵还是乐此不疲 多个朋友多条路 哪怕这里面大部分人都没有结交的价值 可只要有一个能够发挥作用 那么就不算亏 不奢望大家帮什么忙 只要不在关键时刻坏事 那就足够了 乔木骏 收到消息的奥兰子爵是喜忧参办 果断出手 找到一个潜力股女婿本该是一件好事 可问题是这位女婿表现的能力太过出众了一些 原本的盟友关系 再接下来却有可能变成竞争对手 积攒了多年实力的霍利斯尔家族 正在策划着借机重回大贵族行列 凭借哈德逊的爆发 底蕴部族的科斯洛家族同样表现出了冲击大贵族的实力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时代 稍有不慎两家就会由亲戚变成竞争对手 至于同时完成跃迁 一起跨越大贵族的行列 这种可能性那是微乎其微 慈爱地看了一眼女儿 奥兰子爵只能自我安慰 两家不会撞上 父亲 这份战报有问题吗?觉察到不对劲的梅丽莎疑获得问道 他清楚地记得前面两次收到关于哈德逊的捷报时 自家父亲还多次炫耀 自己挑女婿的眼光 没有什么 只是哈德逊表现得太过厉害 一时间有些惊讶 难以接受罢了 奥兰子爵强自解释道 可惜这种敷衍 立即就被梅丽莎识破 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他对奥兰子爵还是非常了解的 真要是惊讶 眉头也不会皱得那么紧 隐约之间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不确定地问道 可是哈德逊的崛起 同家族利益产生了冲突 只是我们两家之间 还隔着好几个郡 就算是发生冲突 也不会是核心利益 除非是 突然间 梅丽莎的神色一下子黯淡了下来 涉及到两个大家族之间的核心战略 可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决的 真要是两家因为利益在未来对上 她的处境就有些尴尬了 不过这种事情 在贵族圈子里也是司空见惯 遇上了只能自认倒霉 好了 梅丽莎 事情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糟糕 这只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 并不是一定会发生 不管局势怎么发展 你们的婚事都不会受影响 科斯洛家族的底蕴太浅 哈德逊是聪明人 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名声出现重大污点 何况 战争之中一切皆有可能 流风家族已经出局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家族出局 只要衰落的大贵族足够多 就会有足够的机会出现 我们两家就不会因此对上 听了奥兰子爵的解释 梅丽莎颇为犹豫的说道 父亲 或许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写信提醒一下哈德逊 作为远征军的总指挥 又接二连三的取得胜利 他在军中应该有不低的地位 虽然此刻远在墨西公国 可是未来大反攻的时候 大概率还是会和兵一处 如果刻意操作的话 多制造几次意外 话到了嘴边 梅丽莎又收了回去 这种坑队友的事情 明显和贵族精神不符 看了自家女儿一眼 奥兰子爵略显欣慰地说道 梅丽莎 你终于长大了 贵族的世界是残酷的 傻白甜注定活不过三级